时间2021年10月7号 神舟13号载人飞船 与长征2号F摇13运载火箭组合体 已转运至发射区 目前发射场设备设施状态良好 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 各项功能检查 联合测试等工作 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在13年执行神舟10号任务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孩子 但是如果下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会对我的女儿说 妈妈要去太空给你摘星星去了 等着妈妈回来 我小的时候就梦想自己 有一天也能变成一只小鸟 在天空自有自在地飞翔 我21岁的时候呢 刚刚从飞行学院毕业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飞行员 因为我本身也是开运输级的 准备飞变祖国的每个角落 我就能把一项过程 点都说到外面 要和我快速去 再用船档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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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 就是我们房地员大队有一句话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 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 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 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 有一种快乐你没有拥有过 就不知道其中的真谛 经过1.5公里的平稳形势 神州13号船舰组合体安全转运至发射区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 联合测试等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